同为宝玉出道,杨杨的星途可谓越走越顺畅,于小童却成了古偶丑男的代表,除了演技外貌的原因,只能说于小童堪称情商挖地,于小童最出名的要属她的两段姐弟恋。 先是通过综艺我们穿越吧,俘获了打她十岁的姐姐海陆的芳心,但在这个综艺上,她对着导演就是怒吼摔帽扔板凳,对着负责看管他们的斋掌,也是差点干起来。 颇有爽子当年怒骂节目组的气势,于小童也因此被称为混世魔王,但就算这样,海陆还是沦陷在了于小童的热情攻势里,同款纹身,同款衣服,在公众面前搭秀恩爱,但公布恋情还没四个月,两人就被人拍到街头吵架,海陆颜面哭泣,但于小童丝毫没有安慰,恋爱三年间,两人也是分分合合多次。 直到2018年,海陆率先取关于小童,这段恋情才在大家的唏嘘中结束。 在《我家那闺女》中,海陆曾和林宇讲述自己的经历,表示前男友控制欲很强,甚至会不经她同意,就删除一线好友,而且脾气很酵,每回吵架几乎都是自己道歉。 虽然没有说是谁,但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,在《新生日记》中,海陆的好友麦迪娜也表示,于小童和海陆经常吵架,有次吵完架,海陆竟大半夜哭着跑来找她,这让麦迪娜很是心疼好友。 最令麦迪娜难以接受的是,于小童曾爱海陆爱到疯魔,但转头就可以带着新女友上了综艺。 2019年5月,与海陆分手半年的于小童,带着陈小云高调入主综艺《我家男小子》第二季,也正式官宣了两人的恋情。 其实早在3月份,就有媒体拍到了陈小云和于小童母子在公园赏鹰,但当时两人都未回应,于小童延续了以往高调恋爱的风格, 和带她5岁的陈小云每天的日常就是各种亲密,形影不离,在某平台举办的运动会上,直接拿出手机拍陈小云,被周震南调侃,这么名不张胆不好吧? 于小童霸气回复,她是我女朋友,甚至在获奖后,于小童直接对着镜头大喊,陈小云我爱你,陈小云也十分激动的,跑过去和她拥吻,这一幕当年引得多少人欢呼,但这两人之间的爱情,也并不是都是那么甜蜜的。 在《我家男小子》第二季中,于小童就因为陈小云没有删除掉她不喜欢的歌,就质疑陈小云撒谎,瞬间就发脾气,还直接夺走了她手机要删除,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识。 而这样任性暴躁的于小童,竟还是得到了陈小云的主动示弱,求和。 两人作为这个综艺中吵架最多的情侣,这样的相处方式实在让人感到窒息,更窒息的是,于小童的妈妈甚至表示,儿子必须在35岁之后才能结婚,还表示在外管不到她,但能管到她的户口本,言外之意就是休想偷偷结婚。 而等到于小童35岁时,陈小云也快40了,又有哪个女生愿意牺牲这样的青春陪她成长? 更重要的是,于小童面对妈妈的话,全程没有反驳,几乎是不爽但又无能为力的撇嘴,像极了青春期的男生,而这样的恋情也仅仅维持了一年多,就宣告结束。 两段姐弟恋让于小童的口碑雪上加霜,于是她选择参加完美的夏天,但没想到,这却再次成为她被黑的理由。 面对金晨戴假发,于小童吐槽,戴了头发还这么稀疏,金晨自己拧瓶盖她吐槽,像是男人拧盖子的方法,甚至于在下雨的河边走路的时候,还故意推金晨一点也不考虑女生的安全。 但最令人无语的,还是金晨和她一起骑马的时候,另一组嘉宾中的林志玲曾经从马上摔下来过,于是李志廷就陪着她一起不起马,而当有过起马经验的金晨和于小童,则选择了各其一匹。 在两匹马相遇的时候,不知为何,金晨猛地从马上摔下,被紧急送往医院,最后被诊断出脑震荡。 金晨在之后的采访中表示,于小童大喊一声架,然后就拍在了马屁股上,导致金晨的马受惊,整个人直接从马上翻下来,头着地。 但对此,于小童却觉得只是开玩笑,还觉得自己很幽默。 很早之前,她和杨阳一起参加了军事类综艺,只有一个防毒面具,约定好每人五分钟。 但于小童因为自己害怕,于是就一直不肯摘下防毒面具,最后导致杨阳被枪的满脸痛红。 在某综艺中,有小孩子参与的情况下,于小童比小孩子还幼稚,看上了小朋友的锁就直接抢来带,差点把人家弄哭,还在这个综艺里和导演大吵大闹,差点影响拍摄进度。 在演员请就位里,大家都在听从导演的安排,只有于小童不满角色台词少和陈凯歌讨价还价。 陈凯歌表示,那就用你的行动吸引别人的目光,于小童被对得哑口无言。 行至娱乐圈,情商真的是很关键啊,那你觉得于小童的情商到底如何呢?